军工板块为何暴跌 投资额 这个是低于预期的 因为正常的市场预期 是在6.6到6.8 等于说是你是取了一个 这个去值里面 那个偏下的一个值 那所以说的话 你看到军工 有一些这个整机场的 周五跌得最惨的 就是这个什么整机场的 直接跌停了 都不用我举例吧 什么省飞啊 什么很明显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那别的行业的话 目前没有看到 利空或者是有 实际性的情况出现 所以说的话 在这里还得跟大家补一句 就是所有的这些政策上面 一定要带有数字啊 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你就当它没发生过一样 所以说只有这个数字 才能刺激这个投资这个情况 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GDP 刺激了是吧 刺激了大家对于股市 各方面投资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军工的投资额 也是刺激了大家 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 军工投资额就肯定 影响军工板块嘛 那GDP的这个增速呢 包括未来的流动率收紧呢 最大的预期 它其实不是这个股市的预期 它其实最大的预期是对于 基建 这样的一个GDP行业 占比最大的一个份额 因为基建嘛地产嘛 都是最大的一个税收 或者是 这个国家的最要的一个 不光是哪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是一样 所以说的话 这个GDP设立一个比较低的预期值呢 包括在收紧的这个情况下呢 包括还有未来的升息的这样的预期 啊 升带啊 这样的预期的情况下 所以说的话 对于基建 未来这个增速 也打个问号了 是吧 所以说的话 跟基建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肯定这个短期内 或者是中长期内 肯定就不能碰了嘛 所以说的话 这两点就是你们要主要注意 就是这个大会期间还会有各个行业的一些扶持啊 或者是利空啊 或者是一些目标的一些政策出来 一定要有数字啊 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你就可以当他没有讲 再说一遍啊 我这个已经一年之内提的无数次啊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数字 有数字的一定要这个小伙门记下来 到底是符合预期的还是低预期的 这个跟你未来的投资的情况 包括你自己现在持有的股票的 或者是投资基金的等等债的 都是直接相关的